- 大家好,我是小洛特,我是Lulu,今天要來開箱,好重喔,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這一盒 - 這盒非常大,超重的我的天啊,我真的有個壞習慣,這是我還購的東西 然後可是我就是拿回來之後呢,我就有點懶得打開,而且我有點忘記我買了什麼 - 它就是那種就是買了東西以後就是忘了,它的目的不是裡面的東西,它目的就是買這個動作 然後買就放在那邊,欸我有買了,我就忘記了 所以你常買東西會給的錢就走了對不對 - 因為我已經買了,所以我覺得以後店家應該有一個服務是只買不收 - 只買不收,你就可以勾,那你就可以付錢,然後它不會寄出來 然後就不用浪費那麽運送的資源,浪費大家的腳步,浪費盒子,整個箱子 然後貨還可以賣給人家都放,對不對,只買不收,愛護地球從你開始 - 好,然後這個包裹我拿到之後也覺得有點懶得開,因為它很大 然後你知道那麽大,然後我要把它一個一個收回我的收納箱裡面 我就覺得這樣破壞了我完美的收納,所以 - 大家可見肖特買東西真的就是只買不收了 - 誰買到都買東西會懶得開,那你就不要買 - 然後這個包裹是我202211月的時候拿到的,現在錄影的時候已經是2023的4月底 - 而且我已經強迫肖特就是錄這一集,已經強迫快一個月了 - 因為我覺得有點懶惰 - 然後說沒關係啦,那我們先錄別的嘛,我們先錄這個嘛,我們先錄這個嘛 - 他死都不要錄這個,是不是 - 好,可是就是因為它實在太大了,所以我覺得如果要一集把它開完 - 可能大家要陪我錄個兩個小時,所以我們打算就是分個12345678集 - 不可能那麼多集好不好 - 好啦,至少會分兩集 - 最少會分兩集 - 對,如果太多的話就是三集,所以大家就是慢慢開 - 然後下禮拜就是有別的特別的事情,我們就可以先錄別的 - 喔對,我們就是可能要持續兩個月的開箱 - 然後等一下就忘記了 - 好,那我打開囉 - 你都已經懶得知道你這是什麼東西了,你有什麼好怕的 - 我在買的時候一定是很喜歡的,但是我真的忘了 - 你只是想要花那個錢啊,說欸這不是40塊耶,我想花耶 - 欸這120塊我想花耶 - 欸這個你499,是不是可以花一下 - 欸這個8折二,花一下 - 而且這家店本來是賣一卷一卷,後來它提供那個分裝的服務 - 你就可以不用一次買很多,然後它價格又更便宜,我的天啊 - 就是直接就是out of control - 大家有發現它從頭都有一個重點就是在花錢上嗎 - 它又不是說,欸這個東西很特殊,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- 不是啦,因為... - 你真的買東西不是看貨耶 - 我是看貨,不是看貨,這一定是我喜歡才買 - 你連它是什麼你都不知道 - 可是我是忘記了,但是我當下一定是喜歡的好不好 - 好,然後總之它幫我們包得很好這樣子,上面有很多包材 - 然後裡面欸,很多欸 - 欸你看 - 超多的 - 魯魯整個傻眼欸 - 她沒有辦法講話啊 - 走不然,那我們先來看一些什麼東西 - 呃,我覺得就隨便拿啊,這樣比較好玩啊 - 好,那我就隨便拿 - 給它放在地板上,然後你就隨便用手抓一個出來 - 然後你就慢慢講,慢慢講 - 天啊,我真的沒辦法 - 這大概要分三集吧 - 這應該要分三集 - 然後我先給大家看一個簡單的好了 - 這個應該就是單個 - 這個是那個斜吉拉的硬台 - 然後我買的是銀鼠色 - 是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灰色這樣 - 銀鼠色 - 背面長這樣 - 很好,看我超喜歡的 - 多少錢 - 一百多塊吧 - 給你箱子給我,然後我隨便丟給你 - 會有觀眾會有一期抽獎的感覺 - 好,我來吃囉 - 好,我來吃囉 - 我也不知道我拿什麼 - 好,這個是不是 - 這個叫做蝶語嗎 - 這樣子 - 它上面的品名是這樣 - OK喔 - 1001文創 - OK - 然後這個是分裝的這樣子 - 好 -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分 - 那個 - 圓標 - 這樣這個樣子 - 哇,好花喔 - 花到包 - 這樣子 - 然後這個啦 - 我記得應該是這個 - 雖然是分裝 - 但是我應該是拿到的是 - 分鐘的最後一卷 - 所以它剛好可以連著 - 圈圈給我 - 這個畫 - 你看 - 是不是很美 - 好閃喔 - 對啊,好閃喔 - 好漂亮喔,是蝴蝶 - 太花了喔 - 哇,好漂亮喔 - 是那種銀色的雷射 - 我很少有這種素材 - 三獨來用可能會很美 - 可是當你給這些素材 - 全部放在一起就很舒服 - 對啊,其實我的風格應該比較少用這個素材 - 那為什麼你會買 - 就我覺得很美 - 我覺得它實體看起來是那個雷射的部分 - 比那個顏色還要誇張 - 雷射也太多了 - 對啊,雷射好多 - 然後蝴蝶,花蝴蝶 - 你看蝴蝶,它全部都各種瘋狂的顏色 - 我好像在看什麼科書小說 - 好,就是這樣 - 還好我買分裝欸 - 這個我應該是沒辦法用完 - 你覺得 - 你覺得現在你用得完嗎 - 好像也用不完欸,我的天啊 - 我們之後斷舍離一下好不好 - 我會啦,之後會再斷舍離 - 或是你可以回去各種發放迷務的事 - 這時代 - 喔好啊 - 我真的最近很那個 - 它完全像頭子買東西上面 - 它興趣已經從文具變成買文具 - 你興趣什麼? - 喔我是那個做手帳 - 喔我是買做手帳的東西 - 好,下一個下一個快點 - 速度要快起來 - 不然我們真的要開100集了 - 好 - 這個叫做淡淡淡彩花花 - 然後是亮面的 - 是讀成記原創盒子交代工作室 - 你全部都要唸出來喔 - 這樣子,好給大家看 - 喔即使我現在看它的品名位 - 還是不知道這是什麼 - 它完全不知道這是什麼 - 各位 - 它完全不知道耶 - 怎麼辦 - 蛤 - 我是不是要減少買那種就是團購啊 - 你是不是附身的時候買了是嗎 - 而且我一年大概只會 - 請他們幫我寄貨一次 - 然後就累積超爆多的 - 很漂亮啊 - 大朵的花 - 而且是溫柔系的 - 是我會常用的那種 - 而且它很大顆 - 所以就很好用 - 像用在天上就會很明顯很漂亮 - 然後這種顏色是 - 雖然很鮮豔 - 但是是溫柔系這樣 - 這是玩廣場大媽會喜歡的大花 - 你不要這樣 - 你不要這樣 - 你就很美 - 喔就很美啊 - 我沒有說不好啊 - 而且比較偏古風一點 - 喔對啊 - 很美 - 喔這個好美 - 這一顆這一顆 - 它叫牡丹 - 是牡丹嗎 - 我不知道啦 - 應該不是喔 - 就是 - 山茶嗎 - 喔是嗎 - 喔對耶 - 看起來像山茶 - 喔我不知道 - 但我不確定 - 我對花草的名字不是很確定 - 欸那妳是不是要理解一下 - 牽牛花嗎 - 不知道 - 妳還是不要講話 - 好啦我不要講 - 等一下錯了 - 好 因為它就蠻蠻多的 - 為什麼妳那麼喜歡花 - 可是妳對花一點了解 - 我其實應該要了解耶 - 都還蠻奇怪的齁 - 對啊 - 那為什麼啊 - 我也不知道耶 - 要是我很喜歡車 - 那我什麼車牌都不知道 - 喔我媽之前推薦我一個APP - 它是 - 你如果在野外看到一種花 - 但是你很想知道它是什麼花的話 - 你可以拍照 - 然後上傳 - 然後它就會跟你說是什麼花 - 它什麼東西啊 - 我要葉什麼配 - 我要葉什麼配 - 大家以為是廣告就沒有了 - 沒有啊 - 我葉什麼配 - 這有什麼好葉配 - 我不知道 - 用丟到我可能接不住了 - 葉接住了 - 好它叫做梅花鹿 - 它就做梅花鹿手帳工作室 - 這樣子 - 這樣 - 好 - 好欸我目前為止 - 都是還是停留在花草耶 - 它的品名叫一隻蝴蝶 - 然後它的工作室叫梅花鹿手帳 - 鹿是那個 - 不是鹿的鹿喔 - 它是鹿的鹿 - 它是鹿的鹿 - 有時候就沒有 - 你每次 - 你這樣子分成一年 - 然後偶爾買一下 - 偶爾買一下的壞處 - 就是你到最後就發現 - 你會買一模一樣的東西 - 因為你一次買 - 你就會說 - 欸我已經買了三個蝴蝶了 - 我不要再買蝴蝶了 - 可是那時候你分成一年 - 然後每個月買一點點 - 你就會每次都買蝴蝶跟花鹿 - 對 - 然後我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- 就是 - 我有一次買了一卷分裝 - 然後呢 - 我過幾個月之後 - 買了它的贈品 - 就是一個完整的贈品 - 然後我就說 - 然後我收到一模一樣的東西 - 我就 - 我有多愛 - 第一次買分裝 - 然後第二次瘋掉 - 直接買一個贈品 - 這樣 - 然後我完全忘記 - 我之前已經有買過 - 不知道是不是愛還是浪費錢 - 就瘋了這樣 - 看是不是很美 - 是那種剪影的雕花的感覺 - 下面那個印子 - 是我今天早上的咖啡 - 你來點 - 好看吧 - 我覺得這很好用欸 - 這個超實用的 - 應該是 - 目前我開的集絕指導袋 - 最實用的吧 - 是蠻美的 - 對啊 因為它 - 就是因為它是黑色系 - 你是不是要花點聲音 - 研究花跟蝴蝶 - 好像是欸 - 對啊 - 好像是應該要這樣子 - 是不是 - 不然會對於我 - 對他們的愛 - 會我有什麼推薦的書 - 或是YouTube教學 - 或是課程 - 可以推薦給蝦克特 - 有關於蝴蝶跟那個 - 花的姿勢 - 這個 - 這個 - 我好像是買贈品 - 這是一整卷的 - 然後它叫韶花 - 比較古風一點的那種 - 燈籠啊 - 或是梅花之類的 - 這樣這樣子 - 燈籠什麼意思 - 好像是美好時光的意思吧 - ZERO - 然後我們 - 等一下 ZERO 是它的公司嗎 - 對 - 然後它的品名叫韶花 - 對 - 這也太衝突了吧 - 為什麼 - 不是啊 - 你說英文跟中文 - 它公司那麼潮 - 然後它品名那麼古典 - 沒有啊 - 因為它品名可能就是 - 它這一個階段的創作啊 - 可能它就是 - 本身工作室是很patient的 - 不知道 - 我也不知道 - 我順便再講 - 就感覺就是譬如說一個品名叫什麼 - 什麼春花百入 - 嗯 - 然後它的公司叫OHYA - OHYA - 那還是金漢號 - OHYA - 這一種 - 我是不是還是要給大家 - 還是好美 - 你還要白紙 - 可是這很漂亮 - 對啊 - 而且這不是蝴蝶跟花 - 終於啊 - 很漂亮對吧 - 好美的 - 而且它的顏色是淡淡的 - 淡彩的 - 不是鮮豔的那種 - 蠻漂亮的 - 對啊 - 好好看喔 - 天啊 - 而且好特殊喔 - 而且它是有那種燈籠 - 然後加上花的感覺 - 對啊 - 然後還有窗花這樣子 - 很美 - 這真的很首位 - 你看這個竹子有沒有 - 很有清新版 - 還可以過去 - 對啊 - 然後還有一些棋盤 - 好喜歡喔這卷 - 難怪我會買 - 好美喔 - 好 - 你終於知道為什麼這卷買了 - 你在那邊 - 喔因為它有折扣 - 喔因為怎麼樣 - 不不不我不是因為折扣 - 我當然是喜歡喜歡它嘛 - 然後才買 - 而且這一個是一整卷的 - 所以可見我是相當的喜歡的 - 我才賣 - 我跟你講蕭樂 - 我們不可能在兩集生 - 我們連三集都做不完 - 完蛋了 - OK 我們做不完 - 我就說 - 我就說先不要開吧 - 你剛開了之後 - 你就像什麼 - 沒關係啊 - 你就像做連續劇一樣 - 這個十集好不好 - 天啊 - 好 - 好 - 這個叫做傳生若夢 - 它叫做陸禮硬機 - 陸禮硬機是什麼 - 傳生若夢陸禮硬機 - 喔硬機 - 陸禮硬機 - 好 - 好 - 我發現這種紙膠袋 - 它們的名字都很文藝 - 讓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- 它們感覺是那種文藝名字生產器生產出來的 - 對 - 好 然後上面有一隻鹿這樣 - 喔 - 這個跟剛剛拿到的紙膠袋又不太一樣的風格了 - 這樣子 - 上面邊邊就容許我不要撕下來了嗎 - 這個拿橫的好了 - 這樣拿橫的好了 - 這樣子 - 這是以前的那種復古的電話 - 可是它又旁邊有很多很漂亮的 - 顏色 - 顏色搭配起來很可愛這樣 - 很特殊齁 - 很特殊齁 - 這是CD - 它這個蠻特殊的風格 - 這是CD呢 - 不是在錄音帶 - 錄音帶 - 對嘛 - 夏威克那個時代沒有錄音帶 - 有啦 我有錄音帶 - 我有用過錄音帶 - 誒 - 是鋪於年齡 - 好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 - 很復古的相機 - 不是現在的相機這樣子 - 然後可是又是搭配一點浪漫風 - 可是像這種 - 這種唱片的機就是很現代的啊 - 對啊 - 欸沒有吧 - 以前也是有這種攜帶型的 - 喔是嗎 - 可是現在不是也長這樣嗎 - 但是是故意做復古感啊 - 然後還有一個唱片 - 我覺得蠻好看的 - 然後廣場大媽 - 有我們那個錄音機 - 這種嗎 - 對 - 我覺得很好看啦 - 是那種在夢境的感覺 - 對啊 - 難怪他是說 - 喔傳生落夢 - 可是我跟你講你不會用 - 我會 - 我會的 - 好不好 - 我下次如果用的話 - 我就要特別知名 - 好 再來 - 好 再來 - 會 - 喔好漂亮喔 - 這個超美的 - 叫金句 - 好 我先給大家看他的那個品名 - 叫金句 - 應該是吧 - 如果我唸錯的話 - 歡迎更正我這樣子 - 因為他中文不好 - 然後這個 - 三度文創 - 他們的公司都很文藝 - 都很重要公司名字都很潮 - 很潮 - 然後品名都很文藝 - 對啊 - 然後這一卷是那個 - 我買整卷 - 所以可見是相當的喜歡了 - 品名叫什麼 - 後宮相遠 - 金句 - 金句 - 是不是很可愛 - 你看 - 很漂亮 - 很漂亮 - 好美喔 - 還有那種放天燈 - 好美好美喔 - 好漂亮 - 是不是 - 這種有點像是許仙 - 在等許仙的感覺 - 在孕婦 - 好如果他是孕婦 - 還是這麼美 - 我也服了好不好 - 他懷孕跟他醜不醜沒有關係吧 - 好好好好 - 還是你在懷孕過就變醜 - 你不要在那邊陷害我 - 你看這種回眸是不是很好看 - 很好看喔 - 它要再轉多一點就更好看 - 這個真的太美了 - 這種少婦形象 - 好好看喔 - 所以你也知道嗎 - 她剛剛就懷孕 - 現在變少婦了 - 到了一個循環了 - 她一卷沒有很多 - 但是我覺得都很美 - 她就從少女到懷孕到少婦 - 少婦是嗎 - 好好好好 - 接受接受 - 好最後一卷喔 - 最後一卷最後一卷 - 開到精疲力盡欸 - 我們已經開了現在多久了 - 二十分鐘了 - 我跟你講各位 - 等一下我們結束的時候 - 給大家看我們還剩多少 - 然後大家再給個小期待 - 好不好 - 以後我們每一集都大概開一些 - 我們能力可及的集數 - 好不好 - 不然我們要剪到發瘋 - 我們真的是瘋掉 - 好不好來這個一個 - 好這個一個 - 好這個 - 這個是字的 - 這個也是三度文創的 - 它叫做旭風 - 我應該沒念錯 - 旭風 - 好 - 然後它背面長這樣子 - 合格品 - 合格品 - 合格品 - 好 - 哇我開了我腋下的詩了 - 耶 - 耶 - 耶 - 你真的太多資訊 - 麻辣了 - 太多資訊 - 太多資訊 - 誒 - 我跟你講 - 有一天下課全部文 - 就會消耗掉我印尺仙 - 破了 - 破了 - 噢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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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噢 - 這一句蠻不錯的 - 不過它沒有那個 - 就是它沒有那個離型紙 - 我幫你抓著頭 - 然後你拿紙在後面點 - 這樣子 - 是不是很漂亮 - 哇好好看喔 - 這個字 - 喔這超美的 - 欸這個字好美喔 - 欸這個 - 欸這組感覺很好用 - 對啊 - 是不是 - 最深夢帥 - 而且我跟你講 - 任何手段貼上去 - 你要貼很大的中文字 - 就覺得帥 - 你不貼任何字都沒差 - 可以往上 - 因為你都可以各種解釋 - 妳看必勝客 - 必勝客 - 很美很美 - 而且這種這種 - 喔這邊 - 這邊是 - 跟剛剛那個 - 古風少女很搭有沒有 - 而且還有恐怖分子 - 好可愛 - 為什麼還有恐怖分子 - 我也不知道 - 怎麼說用到 - 不知道 - 好好看喔 - 這超美的 - 對啊 - 而且你現在摸摸看那個 - 紙膠帶 - 它是軟軟的 - 是感覺品質很好的 - 覺得可以很服貼在紙上的那一種 - 很喜歡 - 好嘞 - 我要看剩多少 - 剛有開嗎 - 這麼多沒有開 - 剛有開嗎 - 還那麼多 - 只是我們開完今天開箱還是這樣 - 天啊 - 喔唷 - 妳不要發瘋了 - 這可以開到明年好不好 - 我們下次來開一些組合印章好了啦 - 因為印章感覺比較快 - 不是 - 妳就慢慢開完嘛 - 妳幹嘛那麼急 - 好啦 - 哇我還有一整套欸 - 喔 - 好累喔 - 好 - 大家敬請期待齁 - 剛剛我在開頭說 - 可能會分1234567897 - 可能真的是會變成這個樣子 - 我們剪出來可能沒那麼長 - 可是我們實際上錄影已經錄了半個小時 - 我們這一集的第一集團購開箱 - 就先拍到這裡 - 大家請期待下一集 - 期待一下 - 這個是一個影集系列 - 好 -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- 那我要講什麼 - 我不小心搶了一句話 - 好 -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- 希望大家會喜歡 - 希望大家會喜歡 - 掰掰 - 掰掰 - 妳要給剛剛妳講說話 - 妳要剪進去 - 今天是我剪嗎